布農族的妇女 遠眶放紅 雨大哽咽 因為去年12月3日 在南投新一鄉舉辦的 全國布農族運動會中 卓西鄉公所派人組隊參加 而高玉霞的先生 布農族的榮永毅 就在拔河過程中 突然休克 經送醫急救後 仍然宣告不治 當時新一鄉公所 提供家屬六萬元的慰問金 不過之後就沒有下文 也沒有保險理賠 今天是在那邊過世的 那是不是他們主辦單位 或是承辦單位 他們所該負有的 行政上的責任 或者是一些道義上的責任 他們是不是要負 負起這些責任 由於榮永毅代表 卓西鄉參加全國布農族運動會 卓西鄉公所事後依法 提供了輔恤金三十萬元 不過主辦運動會的 南投新一鄉公所表示 的確有未參賽者投報 不過投報的內容 不包括因為心血管疾病 而死亡的患者 所以保險公司不理賠 最後新一鄉公所只能給予 家屬六萬元的慰問金 家屬認為新一鄉公所 沒有同情心 原本答應要在榮永毅 出病的那一天 道府上香 但是卻沒有看見 半個新一鄉公所人員到場 讓家屬很失望 保險公司則是不願意出面 多做說明 原本高高興興 參加全國布農族運動會 現在卻蒙上了陰影 藉著把握寬日作息採訪報導